老公在東區醫院轉來這間東華東 8月28日就找不到她了 我懷疑她的大女兒截走了 不知道送去哪間老人院 到現在都找不到 等狼龜, 望狼幻 71歲的梅姐每天展開尋夫妓 大約半年前 結婚26年的丈夫王伯因為跌倒入院 8月中有一天探她 突然發現她中影全無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枉白前妻女兒 將她送入老人院 並拒絕透露老人院地址 從此丈夫消失於眼前 當然, 爆隔萬是有原因, 賺了很多錢 枉白帶女兒指控 梅姐令家裡危險重重 在客廳, 我們的確看到一座 用布蓋住 堆得山仔這麼高的雜物 這些山都是我自己賣的山 真是, 這是衣服 有山, 我真的有山 看到沒有? 褲子, 維根 褲子, 這些叫植物嗎? 這些是屁, 她說我是習慣 我偷誰呢? 你說我是否很傻, 偷人家的東西呢? 例如是我先生肯回來住的話 我寧願讓這個植物搬走 梅姐, 這裡是你的房間嗎? 嗯 你平時睡在哪裡? 睡在這床上 但你的衣服是否收起的? 我可以收起, 但我貪方便 梅姐, 其實你現在睡的床 梅姐, 只是不夠三分之一 我可以, 我一拿開就夠了 我放開去, 我晚上就扑開去 整進去, 整進去我就有了 但本來你和先生是睡在這裡的 是, 原本就是 那這些衣服是何時開始掛在這裡的? 就是這兩個月才掛的 以前不是這樣掛, 以前沒有掛的 那如果先生回來, 那這些衣服會怎樣? 我讓他全部收回, 讓他自己睡 但你現在上面… 上面我就肯定不會收, 上面又不妨 因為這裡是鐵架床, 不會掉下來 又不妨礙地方, 你說是嗎? 上面那些是甚麼用品? 我看見有吃的有用品 吃的都是這段時間買的 一個月買的, 以前也沒有的 那你的衣服那麼多, 外面有那麼多衣服 你怎麼能放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放在這裡 放那麼多衣服, 我也不知道 之前大女兒說, 爸爸入院的時候 你嘗試開他的甲脈, 拿他裡面的東西 我也說他女兒開甲脈, 行不行? 我沒有開甲脈 他說因為甲脈… 不然我是開他爸爸的甲脈 我自己現在跳樓死了 不肯相見, 真是出於枉白意思 並非大女教唆 會者再嘗試打電話 結果終於不負猶心人 老公, 你現在… 你現在在哪間老人院? 你現在在哪間老人院? 是不是在柴灣? 在柴灣? 不去哪裡?我都…死不去了 我上來看看你行不行? 你現在在哪兒? 我現在在老人院 哪間老人院? 你現在在哪兒?別說了, 你現在在哪兒住 你現在在哪兒住 你給個姑娘聽, 就是服侍你的姑娘 你在哪間老人院住? 是不是在柴灣? 你是不是在柴灣住? 不如你的電話給姑娘, 好不好? 你現在在哪兒住? 現在在哪間老人院? 你告訴我, 行不行? 誰不想給老婆來回答? 但有老婆也沒回答 我都有口男條 會者足足問了王八六次在哪兒 不過王八依然之吻已對 難道有難言之忍? 我都想回去過年 我現在坐下來都起不了身 起不了身嗎? 我現在在床裡, 到你打電話 現在我睡在床裡 那你現在在哪兒痛? 你現在在哪兒痛? 不是在哪兒痛 一雙腳都沒來 不過到山小拐掌路可以走得到 那我就扶著你 你喜歡隱藏就扶著你隱藏 賣藏就賣了 不用理會, 我煮給你吃 很簡單 結婚時不是說好了嗎? 你有病, 我照顧你的嗎? 你現在住哪間老人院? 你說吧 是不是在柴灣? 你給我一點錢, 告訴我, 我截你 你打了這麼多次, 終於聯絡到他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感受, 我老公也肯… 比如我老公不肯見我 他不會接我的電話 他肯定我肯聽我 什麼都告訴我 我身體很舒服 女兒說其實王八不想見你 你剛才找到證明嗎? 他不想見我, 他又想回來 他剛才沒有說想見你嗎? 好像沒有, 怎麼說 丈夫堅決拒絕透露身在何方 難道真是全心躲避? 梅姐想見他, 純粹一廂情願 梅姐不甘心, 決定碰碰運氣 在區內的老人院四出尋找 我找黃…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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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沒有這個了, 不說 我是她太太 我沒有這個了, 現在是黃… 是 麻煩你, 我想找黃… 黃… 我是太太 黃… 是 黃這個名字 滿為希望, 結果一次又一次撲空 但是梅姐迎堅信丈夫早晚會回來 所以下定決心, 把家裡大翻身 上次我的房間有很多襪子 現在我帶你看我這房間 我已經收拾好了 給我的不用的東西生什麼都等了 給我先生回來住 這個床鋪, 這個枕頭都是去的 一天我們再嘗試致電黃白 究竟他不見梅姐, 背後會不會有苦衷 還是早已決定拋棄? 黃白, 你好啊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現在很掛念你 她很掛念我, 我也掛念你 但她還說整天天天想你回來 天天都打電話給你 打電話給我 之前女兒在電話上說 你不想看到太太 說你覺得太太在騷擾你 有這種事嗎 有這種事 她怎麼騷擾你們 在這裡說錢 就是你不喜歡梅姐經常見到你 就是掛念錢, 是不是這樣? 是呀, 真是很開心 是, 梅姐, 你知不知道 你經常這樣跟先生掛念他 有點不開心嗎? 我幾次跟你掛念錢 是不是你女兒教你? 你都沒有給我錢 我都沒有錢? 你一天才給我三十元而已 我怎麼掛念錢? 你現在是哪家老人院了? 在柴灣哪裡? 大概 別管了, 你在這裡也沒用了 我還要掛念資料 我想見你, 你見不見我? 別管了, 你就吵架了 我跟誰吵? 我大聲說 我大聲說? 你說話聽不到, 我就大聲一點 是嗎? 有些姑娘都害怕我們了 哪個姑娘害怕我?我都沒來過 不來過, 騷擾她 騷擾誰? 我不承認, 因為是她的女兒 誹謗我, 在公眾地方誹謗我 她跟我先生說 你認住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騙你的錢 當然是誰都接受不了 我盡量我自己做妻子的責任 她不想見我, 都是她的大女兒 跳過離家 上市雙手26年 最後丈夫不似已別 原來枕邊人早有離疏 只是自己一直不察覺 兩夫妻的相處 永遠是最高深的學問 誰對誰錯, 從來只有當事人知 甚至乎連她們自己也搞不清楚答案 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尋夫妓的結局 以孤身走我路作結 我真的很傷心 我今天26年沒得過你什麼 我從來沒得過他什麼 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畢竟還是兩夫妻, 是不是? 兩個人這麼久的時間 二十多年, 是不是? 我一想到… 我就很不疼吧